请各位注意一下 我们画图反正就画它的 上面假设说我今天 把刚刚1跟2要合在一起的话 那所以我今天就是先什么 这个地方的话就是长条图 OK那我看一下长条图的 长条图的部分的话就是在这上面 把这个长条图这些 那这个颜色好像没用到 然后最重要就是说长条图的位置这边 所以如果说将来你有一个以上的图的话 那你就要在这边跟他讲说 你一个PLT的这个物件 里面的话有一个属性叫sub 这个price这个主要关键加个sub 那也就是说你要画纸图的话就加个sub 那后面的话总共会有三个数字 第一个数字是他应该放在哪一列 所以这边1的话是放在第一列 所以基本上如果下面也是1的话 那基本上这个图就是两列 那后面的话呢加上2的话呢 指的就是什么 这个图将来画出来就两栏 就是说这个图将来我需要画出来就列 列特别重要 列就是横向的 有没有 列是横向 所以这边是一列 一列 那两栏的话呢意思就是说 这边是第一栏 这边是第二栏 这个概念跟那个eSale 有几乎一模一样 以色列里面也是列 横向是列 纵向是蓝 应该有这个概念吧 OK 所以你有写VBA也是同样 所以只把类比过来 那再来就是说呢 如果你要把第一个长条图放进来 你跟他讲就是说 你要放在这两个的哪一个 那当然基本上后面加一个e e指的是 就是我要放在这个第一列的第一 因为只有两个嘛 一个两个 所以这个是1 这个是2 OK 有这个概念之后的话 请各位看一下 sub这个price 那这边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1指的是第一列 2指的是两栏 那我就在这个1 2两个 我放index是1 OK 底下再来看 接下来就是我的圆柄图 圆柄图位置也是1 一列两栏的第二个位置 OK 然后呢 最后把它画出 所以最后的话 一样做秀的动作 所以基本上就多一行位置 两行 特别是要放在长条图的下面 这个是圆柄图的下面 然后再来的话呢 就是把它秀出来 所以你会发现 最后如果两个合并在一起的话 就长这样子 有没有 所以这边是长条图 这边是圆柄图 如果说你想说 老师那可不可以 换腰位置 change一下呢 那change怎么change呢 很简单嘛 就是把这边改成 改成2嘛 这边改成1嘛 这样不就好了 OK 试一下看不ok 如果ok那应该没错了 有没有 点倒过来了 OK 然后你说 老师那可不可以上下放 一个放上面一个放下 可以啊 就是2 斗点1嘛 这边有两列 一栏 然后也是1一个2嘛 可是这样放好像 上下放怪怪的 因为它主要都是横向的 所以你也可以试试看 你如果要画四个 可不可以啊 两列两栏 然后它的第一个 第二个 可是还有三式 空下来就好了 ok可不可以 试一下就知道了 所以你可以自己玩玩看 比如说我要两列 两栏 然后呢 我只要放1跟2 然后我其他空下来都可以 诶可以啊 它会怎么样 不会怎么样啊 只是这边空白而已啊 ok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如果你要两 就是八个的话 那就四四比较好 然后你看 反正后面那个数字 就随便你填 也就是你要画几个 你又放几个 ok 这样子就完成 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以后你会拍摄里面 画图很困难吗 我觉得不会 甚至比POWER BI 也不会难到哪里 POWER BI也是类似的 只是说那个 它的属性有些固定 没办法改 那在这边弹性比较大 可以改很多 ok 而且这边如果你可以懂的 大量产生图表 哇 它其实应该会 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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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量去秀 而且把它全部放在一个图表里面 多图表显示 哇 就很炫了 ok 而且现在大家都想要视觉化 视觉化 你就给它大量视觉化 什么东西就先秀图 就对了 ok 所以就 所以很多东西就潮嘛 潮就是对的 不管它这个东西是好不好 好不好 所以我在想说勾勾肉 感觉就是眼睛就一亮 骑摩托车你就骑勾勾肉 就感觉 让我很心动 想要去买一台勾勾肉 回来玩玩看 而且不论好不好 另外就是大家都会把焦点 放在那个上面 ok 就像MAC也是一样 看到苹果 就感觉 ok 好 试一下 请各位就是把刚刚部分再加上去 主要关键就是sub price 然后可以把它画出来 试一下这部分 这个是403的重点 待会的话我们 还会再来看404 404的话就会用Pandas 不过Pandas预设是没有安装 你要自己把它装进来 这个package 它会是在那个 那个server上面 必须把它抓下来 才会有Pandas 这个Pandas 非常重要 它等于就是一个什么 虚拟的试算表 让你可以处理资料 所以Excel抓进来的东西 放Pandas刚刚好 只是说你要懂得去怎么放 还有一个重点 就是它的党名不支援中文的 ok 这个很重要 因为书上没写 网路上也没有 没什么人写 可能大家都习惯用英文党名 还是怎么样 都没有问题吗 ok 所以 待会再看这个部分 请各位先试一下 那个403 然后画那个多个图 ok 另外你也可以试试看 把前面的所有画过的图 全部都兜在一起好了 ok 全部都把它用sub 这个plus 把它全部画在同一个 这个图标里面看看 ok 尽量 现在应该都很流行 视觉化 所以 如果以后你们要demo一些东西 你就尽量 把这东西展现出来 你的作品里面就大量用这些的话 马上我觉得就很有卖点 ok 有的时候要吸引人家注意的话 真的就要用对东西 而且真的不难 有没有 没有几行 刚开始你不要加太多东西 反正就加该加 像 照考试有些地方就是 不需要的他给你加一堆 像刚刚同学问什么 那个 as tickets 那个 那个要不要用 那不用没有关系 那为什么他要用呢 我有一点搞不清楚 因为这不是我出的题目 ok 所以 他有些东西 你不用加 他有的时候可能是希望考你 会不会去 变更里面的label吧 所以他等于就加这些东西 如果其实不加不影响 ok 颜色也不用做得非常显眼 因为里面就那些颜色 如果你要让人家看起来更漂亮 可能颜色还是尽量少 就是不要用那些基本色 红色蓝色 你可以用那种粉色的 有没有 自己再去变更一下颜色 怎么去变 我想都可以查得到 那些都不是问题 基本的东西可以做出来之后 其他的你就可以再花一点时间 去把它再稍微变化一下 并且就是再结合什么 档案 资料库 爬虫 我觉得资料库是比较重要 后面自己再玩玩看 看看能不能从资料库 自动变出那个 这个多个图 八个图 四个图 看你要什么图 ok 甚至将来 可以把它真的派上用场 试一下这个部分 另外其实 有一个部分 之前有同学问到 那个Python的UI 就是它的界面 做表单 其实也有很多方法 但是那个可能又是另外 另外一个单元的 就是可以 比如说我今天需要一个表单 跳出来 然后我需要做什么 输入什么资料 它可以变出什么报表 变出什么东西出来 那个的话 可能又是另外 写那个 那个什么 UI的界面的 那个相关的套件 相关的套件 其实也蛮多的 不妨你们也可以自己 再稍微 看看有没有 我有问题的话 当然也可以再提出来讨论 OK 那UI这部分 我是觉得 如果你是用微软的产品来画 那太简单了 像VBA要画表单 就画一画就好了 但是Python好像相对麻烦一点 不过也有类似的 功能 它也可以让你画表单 OK 如果有兴趣的东西 可以稍微了解一下 就让你画一画好 然后 你画一下 他们也在画一画一画 达它的 耳朵